近日 香港警察足球会与贵州村超足球队 在荣江县村超球场上连续上演6场比赛 本次前赴贵州的香港警察足球会队共有40人 其中包括7名女队员 回看这趟旅程的精彩瞬间 香港警务处高级警司陈宪军仍历历在目 近日 陈宪军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贵港两地高铁的方便快捷 以及贵州人民的热情令他印象深刻 我们这次就是乘高铁 全程在用了四个多钟就去到贵阳 那里是一些苗族 洞族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很新鲜 因为乘火车原来是一个这么快的时间 已经去到以往可能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下了高铁其实都有一些少数民族 就在高铁站去迎接我们 他们唱回自己传统的歌曲 我们都觉得是很特别的 有一些时间我们去到他们的村落里面去探访 其实跟那些乡亲父老聊天 全部人都很热情 他们就请我们在那里吃饭 其实他们很热情 就是请我们再歌再舞 刚一下高铁就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 这种宾至如归的体验让陈宪军感慨万分 他表示 荣江当地有着非常浓厚的足球氛围 每一个村超球员都有着非常高的技术水平 其实看到他们整体来说 足球水平都挺高的 还有他们全民一起参与 各次其实都有自己的职业 有一些甚至是前线的 有些是农民来的 有些是技工来的 他们无论是什么年纪 他们都有时间 他们都会駕駛车去到球场去看球 还有附近的夜市去消遣 我觉得整个环境 整个足球气氛是很特别的 陈贤峻表示 正是这样一种浓厚的足球氛围 让每一场比赛都坐无虚席 他坦言 自己也曾带队去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赛 但只有贵州春超的观众 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因为我们的队员 全部都是足球队的队员 首先我们喜欢踢球 这个去孙超这一次的经验 是非常特别的 当然我们之前都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我们曾经都去过英国 去过美国的地方 他们可能有一些很漂亮的球场 不过他就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他现场一些很多观众 很多人很热烈地支持你 我们去到贵州那里正是这种感受最深的 他们每一场比赛都会坐满坐无虚席 在旁边都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们 陈贤峻表示 希望此次春超行通过足球驾起交流的桥梁 促进贵港两地更多的青年交流 加深荣江与香港之间的友谊 这次我们去都是以民间交流为主 我们在这个时段都参观过很多不同的学校 看到他们的教育 其实他们除了学科之外 都很着重体育训练 尤其是足球训练 特别是想做多些年轻人的交流 一方面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可以知道多些内地的发展 还有也是当地的内地的年轻人 都很有兴趣对我们 方向就是以后我们可以除了踢足球之外 做多些一些年轻人的交流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